我今天來到嘉義 專程來嘉義來感受一下 因為前幾天 前一陣子都看到侯友宜來嘉義很多次 就像我們現在在後面看到的侯友宜的那個宣傳車 哇 嘉義真的靠侯友宜一個人就可以了 對啊 真的 真的 不用趙少康的臉在上面也OK 也OK啊 真的 哇 這個感受實在是很厲害 那今天我要請各位分享的部分 我不是一個選舉無場 我是溫場的 我知道 但是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覺得今年真的很特別 今年可能是這十多年來 民進黨有史以來 十多年來最弱的一次 真的耶 最弱 哇 這個機會齁 如果今年沒有把民進黨拉下來下架民進黨 哇 真的不知道是牛年馬月齁 今年一定一定要 這個弱在哪裡齁 首先我要分享一下第一個 今年 今年沒有看到感覺到民進黨的網軍側翼 沒有齁 每年四年前八年前甚至十二年前 每一次的選舉的部分 民進黨的網軍側翼 東搞西搞 東講西講 兩岸牌 你能想像的所有一切的抹黑 對國民黨的對所有一切的顛倒是非 真假頭痛的不得了 欸 上次你這點出好問題耶 今年沒有了 網軍不見了 好奇怪 很奇怪 因為年輕人沒去啊 年輕人很多人都沒有站在民進黨這裡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賴清德一選上黨主席之後 他就把小英英系裡頭 這八年來幫蔡英文打網軍側翼最厲害的人 全部趕走啦 喔 原來是這樣 跟各位講的秘辛喔 我們都一直在調查 到底今年為什麼民進黨都沒有網軍 明明政府這麼有錢 黨政都有錢 在搞什麼鬼 我們東查西查東查西查發現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剛剛講 他把蔡英文這八年來 很會打選戰的網軍側翼都趕走啦 因為他們現在就不要 因為他們就是當年砍賴清德的那些人 對 他就是被小英砍得提完膚 他就不用他們 一不用之後他就沒網軍了 還有另外一點還蠻重要 謝謝郭董喔 郭董沒有選 我覺得日本沒有選這件事對藍營還是很重要的 很多趴都跑回來了齁 而為什麼呢 各位可能不知道 這可能只有我知道 是這樣子 因為郭董呢 從七八月開始 就把很多網軍 不是買起來啦 就把網軍 很多年輕網軍扣住了 很多曾經幫民進黨打網軍的部分 他把他抓住了 把拖勒 拖勒就不給他們做齁 大概用超能力啦齁 所以今年民進黨沒有網軍 你要知道民進黨今年到現在 就我們調查發現 只用了一組一批 後來的新的網軍 而且其實不是很厲害的 對 所以你看齁 今年沒有梗圖耶 沒有四年前八年前 所以這個是今年民進黨有史以來 網路年輕人最弱的一次 大家發現了吧 對 實在是太有意思了 這第一點喔 第二點 大家也發現了 今年民進黨到現在 只剩二十多天了 沒有兩岸牌 打不出兩岸牌 對啊 每年都在賣芒果乾 喔 芒果乾 我早晚吃芒果乾 吃真的芒果乾 每次吃芒果乾 心驚膽跳 今年吃芒果乾 真的鬆歪歪 因為都沒有芒果乾 民進黨想賣兩岸牌 到今年剩二十多天了 完全兩岸沒有用 對啊 賴清德就沒有那個圓 沒有那個運 沒有那個福報 兩岸牌 芒果乾就吃下去 所以這是今年非常特別的齁 第二點是 所以為什麼說是民進黨最弱 這十多年來最弱的 第三點 大家應該發現到了齁 民進黨自己人好像也沒有那麼挺 為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現在有沒有 到目前為止有看到 阿扁阿 阿扁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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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天了 有沒有挺 很挺賴清德 我沒有聽到 好像沒有耶 對 都沒有耶 為什麼沒有 因為黨主席 今年年初的時候 賴清德就把陳志忠砍掉了 啊 所以呢 各位 現在蔡英文雖然有在到處去幫綠營的小雞拉抬 對 你有沒有感覺 是 賴英文 整個都把他撩下去 整個把賴清德 力挺的死去回來感受 真的感受 沒有 很奇怪齁 所以我就說民進黨自己今年的部分派系 我們現在不是在講說三道士講風南話齁 是真的 因為整個新潮流吃香喝辣 包括今年新潮流 包括賴清德的不分區的名單裡頭 很多都擺不平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你根本沒有感受到 你看不到阿扁或阿扁的人馬 阿扁在民進黨裡頭 現在還是有票耶 沒錯 都沒有停耶 所以 於是就出現了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就看到最新 前兩天 也昨天吧 TVBS的最新的民調數字 就像剛剛吳玉生委員所提到的齁 哇 這個賴清德真的 不好意思在這個廟前面講 可是真的很慘齁 這個民調掉下來了 而當中 有兩個東西是最讓人印象深刻的 第一個 竟然賴清德 在高屏澎湖南部他的票倉 掉6% 掉6% 選舉前20天掉6% 這是什麼回事啊 然後在此同時 侯康沛 在高屏澎湖的綠營的本土票倉 上升7% 哇 這個部分這很厲害吧 這個真的我想齁 真的是 我真的必須要讚美一下侯友宜齁 這一段期間齁 雖然他沒有在台北或媒體 因為媒體大家都在報趙少康啦 大家跟趙少康比較熟 可是侯友宜真的在南部在嘉義地區基層這樣子跑 跑出7% 很厲害 所以呢 我們從民調數字看到了這個 這個東西是什麼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齁 哇我在前兩在之前那個賴清德的那個證件發表會的當天 當天民進黨第一次公佈他的內參民調 公佈內參民調說 啊我們現在民進黨現在賴清德賴消沛還是37%就我們贏 對不對 我跟你講齁 當現在公佈內參民調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告訴他們的緊張啊 他們要趕快告訴他們的基層 他們自己的基本盤 趕快吹票 趕快吹票啊 其實意思就是說他們真的撞不住 所以要告訴他們我們有贏了 你們真的不用擔憂 因為我們已經具體看到 剛剛講 昨天最新的TVBS民調當中 已經具體看到賴清德已經掉3%多 總票數已經掉來到33% 我要講喔 你要知道四年前最後蔡英文的投票是幾% 57% 然後現在賴清德33% 各位加減稱除一下 差多少% 57%跟現在賴清德33% 所以我跟各位講齁 今年真的是 民進黨真的是這12年來 最弱的一次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好好掌握這個時間 如果沒有下架民進黨 如果沒有好好把握這個時機 在今年一整年我們都聽到說 要下架民進黨的超過6成5 沒錯 欸我們現在加減一下 他們剩33%欸 6成5 所以這是真的欸 最近這樣子 欸 這個數字match啦 喔這數字完全match 喔 所以要這樣講喔 當然我們現在要講 民進黨的部分起起伏伏 這一陣子當然我都 大家都知道最大的 讓賴清德掉下來的原因是什麼 那三個字 嗯 賴皮療 哈哈哈哈 各位我跟你講齁 我昨天今天現在是晚上7點 對 晚上11點半 開車去賴皮療 你自己跑去喔 不是等一下 我真的去 我有做直播喔 不是 我去 大家都 他死去齁 很多人 我看你寫了快十篇賴皮療的稿子 我每一條我都有看 對 結果你受不了他自己開車跑到去 因為齁 我覺得賴皮療在呼喚我 因為呢為什麼賴皮療呼喚 為什麼賴清德最近會跌3%跌4% 他的基本盤為什麼跑掉 因為大家新聞看到賴皮療這個事情實在太多了齁 賴皮療太精采了 不好意思我雖然說五十六歲了 不過我的心情真的很年輕 我很愛看現在年輕人跟賴皮療 真的到處貼二創 三創四創 你現在賴皮療現在 整台灣都做賴皮療 為什麼這樣說 現在 所有綠營的小雞齁 你如果用Google地圖看一看 你打一個賴皮療 不一定喔 現在我們嘉義也有賴皮療 為什麼 現在年輕人跟賴皮療 到底在 立委小雞的競選總部 因為競選總部頭前 你們這裡有一個人嗎 這裡 嘉義官 就是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有 賴皮療誰誰誰競選總部 然後地圖裡頭 所以全台灣都賴皮療 在前兩天 我吃中午吃晚上的時候 我都一邊吃晚飯 因為我們現在很忙 我都一邊在刷地圖看 又有哪個最新的賴皮療了 然後呢 當然他們就會去地圖 跟谷歌抗議 他們就會把 拿掉 結果 你知道年輕人多聰明 年輕人就是什麼 住在這個競選總部對面的年輕人 他們就寫 他們就標註自己的家 叫做賴皮療競選總部對面 這樣你就沒辦法 他就寫自己的家 就是賴皮療競選總部對面 這樣你就沒辦法把他寫請 你知道嗎 所以這樣整台灣賴皮療 真的幾十間 對 不過要講 十晚 因為他現在 我本來是想說 之前都知道 國安特勤人員 十多的人 之前算一個人的身材 一個月要十萬塊 十萬塊 十萬塊是 整個月百多萬 對 一百多萬去守 你要花一百萬 守那個空房子 對 後來被發現之後 他們就把它撤掉了 所以我昨天馬上去想說 會不會我叫去檢查 看看有沒有國安人員在那裡 真的沒有 沒有了 我這樣11點 我要12點 是 去看一看看說 真的不是看有鬼 不是這樣 人家說那裡農賣什麼 你看真的是 我就在那裡真的 跟我一個朋友開車載我去 喔 真的 特別的感覺 結果我就同時做直播 各位知道多少人看 多少人 七萬多人 我真的不是說那個網紅 我不是 我真的拿一個手機子 這樣 一邊看一邊看 七萬多人 跟我一樣 有七萬人看你的直播 對啊 不是 大家都很好奇 對 那個晚上的時候那個賴皮療 真的什麼話 我今天去看看 真的很新鮮 我就不多介紹 我才跟你說 這一次真的把賴清德 再拉下來3% 就是這個賴皮療 就是在這個一個禮拜 因為這次的民調我們看到 就從15號到21號 TVBS做的最新的民調 就是賴皮療發動的這個期間 而且現在真的針對賴皮療 還有很多喔 他們蓋這個房子 因為我到現場去看 真的那個 真的比那個電視上看的 真的 你現場看的感覺是比 在我們電視上看到還要清晰嘛 真的 還要漂亮嗎 真的花了多少錢 喔 我是看那個家 後面這個園藝 真的我跟你說 我最好奇的是 大家看到 那個賴皮療裡面 他有養那個錦鯉 對 很大隻 好像我手這樣 很大隻 好多隻喔 我對那個錦鯉實在是有興趣 為什麼看這樣一隻 不知道是幾萬塊還是怎樣 來玩看看 喔所以我看一看他大概花了 花改建三四百萬喔 絕對超過這個錢 賴清德人自己家 我不知道 自己還是 尤其我看 建設那個蓋的方式 那好像 那好像 那建商的設計風格 沒錯沒錯 那真的是說 對 你知道嗎 你自己喔 各位 如果你們自己家 自己在山上一個別裝喔 自己在做設計 你們大概會怎麼做 我們會有一些想法 對 可是如果是建商那種 標準的設計風格 又是什麼那個風格 我因為實在喔 看很多喔 全 全這個 因為我過去在亞洲工作 在香港工作很多年 日本也是 那個感覺喔 就有點日式的那個味道 對 好我要講的重點就是 今年 就是這個 因為 包括賴皮療在內 賴皮療是這樣子 賴皮療 欸你說是 藍營發動的嗎 好像不是 你說是 柯文哲那邊發動嗎 也不是 也不是 欸 跟他老天爺爛的 對啊 說實在 這真的不知道 你看 因為賴皮療這個事情 已經吵了兩個多月 兩個多月 可是先前沒有什麼發酵 對 就是在這一個月 突然發酵 嗯 然後就忍忍的 就把賴清德拉下3% 把基本盤 嗯 開始剝落 你知道我們講說 就像一個石像 一個就是剝落 剝落 那個酸鹼 你知道 以前我看那個很多 做那個藝術的造假齁 那個佛像 那個假的 沒有啦 他們就是 其實就是用那個酸鹼啊 土啊 泥土什麼之類的 灰啊 然後就讓它剝落 你知道 要在這麼短的時間 要把民進黨 這麼牢固的支持者 讓它剝落 對 在先前 我們也講貪腐 廟口開講 講那麼貪腐 每天罵罵罵 累積也是有用的 可是賴皮療 你看到 整個 我形容它就像是個黑洞 對 哇 從這樣一點點一點點 你就把整個賴清德的人設 雖然他在那邊哭了 哭了半天了 然後他還是堅持不拆 要知道喔 他在政見會當中 他現在說什麼 公益信託 信託什麼意思 是 是我交給別人管 之後隨時可以拿回來 他絕對不講 捐 捐出去 他不講捐出去 這個字 他就信託 就騙人不會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可是你要知道喔 因為我們是做新聞的 在他政見發表會 突然說公益信託的前一天喔 前一天 新聞訪問他的時候 他還說 他還說他們家那叫做 礦工小屋 對 他還說那叫礦工 前一天然後他 就是不肯放 但是我們知道 一定就是他的政見會的前一天 看了剛剛我講的那個 內參民調 知道自己的民調已經掉了 3% 4% 甚至可能5%更多 真的怕到了 所以趕快改口 所以呢 最後這20多天 我們知道 選舉這20多天 最後 雖然還是有更多的攻防 對 我們希望有賴皮療 有希望有更多 包括賴清德 無論他個人 無論民進黨 這個長的問題 待會有華兄 可能會揭露 包括賴清德其他的問題 在內 大家要繼續的公公公 讓賴清德 以及這一次最弱的 民進黨的 最弱的一次選舉的這個時機 是 千萬不能錯過 對 剛剛其實吳醫生委員 已經提醒我們 雖然今年兩岸牌 對 看起來沒有被民進黨利用了 對 沒錯 但是 今年已經知道了 ECFA已經開始中斷了 對 開始中斷了 已經12項 石化業 真正好告訴我 北京啊 北京也是真正 今年也是 真正不見了 為什麼呢 他們現在雖然 ECFA要切斷 要警告你賴清德 可是好告訴我 他們沒有切斷我們 農民跟漁民 他切斷的是石化業啦 對 所以其實石化什麼意思都 中油跟台塑 他們本來有錢啦 說實在 切切的 他們的 挪來挪去 真的也是撞得住 沒有影響到我們 然後呢 馬上隔天又說石斑魚開放了 所以呢今年 我們就說 我們先前每年 全局都很害怕 北京亂出招 哇 簡直又被他們利用了 欸 看起來今年北京 因為我為什麼這樣講 我現在不是在講北京的好話喔 我就講說 就是時機 今年 民進黨這麼氣勢 這麼弱的時機 對 今年終於北京也 學聰明了 沒有亂出招 對 讓大家知道 沒有出招 我們真的怕了半死 先前就想說 哇 F要中斷 我們真的怕了半死 結果 砍了 真的砍了 表示他們的決心 F要重新整理啦 然後 喔 砍的是中油跟台塑 然後他們都撞得住 然後隔天就立刻說 石斑魚恢復 那麼主要還是讓大家了解到 他們要讓利 也要讓給基層的民眾 他們不要讓給那些大企業 所以也在調整 喔 看起來今年應該兩岸沒事了 所以呢 如果在這樣的情勢的條件之下 怎麼可以不好好把握 怎麼不好好的掌握 今年 能夠下架民進黨的天時地利 人和 虛弱的民進黨 學聰明的北京 然後呢 至少到目前為止 沒有除怪招的美國 總體的情勢 再加上 越到後面 越來越有力的侯友宜 特別是在嘉義這裡 我現在看著 侯友宜的臉 笑咪咪的看著我 我在台北要看到的 都是要趙少康耶 大家覺得 可是 在南部地區 看到侯友宜自己的魅力 以及國民黨現在在基層上 而且這還不是我們現在在講 剛剛講了 已經南部高屏澎湖地區 侯康佩上升7% 賴消片跌落6% 哇這真的是太陽從西邊出來 是怎樣 所以這裡頭 我要講喔 每次選舉 是這樣子喔 我自己是 周圍過去長期以來 都是在兩岸三地工作的 我不是都在台灣的做名嘴 所以我在看每次台灣的選舉 我真的只有今年跳進來 今年來 特別而且我都是 長期來都力挺中天的節目 直到中天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在我眼裡是這樣子 每年選舉當中都還是有一個 怎麼講 大數 我不能講天命 大數 所以呢 我一方面 從提供給大家這一些 從這些民調數字去思考跟參考變化 二方面 我今年其實有 還有認真做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 每年年初的時候 不是在各地方都有國運簽嗎 喔 對對對 你記不記得 我要講當年 那個什麼武則天座 對對對 那個齁 對不對 南昆森那個 在國運年初的時候 就想說還沒有選舉嘛 年初的時候 當時就有人想說 難道今天 蔡英文選上嗎 開始 諸神有沒有給暗示 各位 今年我有好好蒐集整理了一下 今年 2023年 年初到現在 是 完全沒有說 或暗示 任何現在執政黨會繼續下去的任何的簽啊 你提醒了我們很多事情 對 真的很有意思喔 我跟你講我不是跟各位說在真的 包括我們這個王爺前面 在講這個事情 因為我想真正的來說 無論從國際兩岸 台灣的未來命運 選舉看起來是三方之爭 可是這個大運大勢 是作為有智慧的人 會去看他的影響的流動性 對 而這個流動性 往戰爭跟和平的方向 有時候不是我們能夠抗拒的 沒錯 但今年非常有意思喔 今年一整年 我整理了一下所有國運簽當中 都沒有任何暗示 好像會執政繼續下去的東西 對 這個有點奇怪 但是這裡頭也提到一個東西 他所有看到的描述 都是要努力 也就是說最後時間 最後這個二十天 無論在野黨藍白 特別是我們現在看到很逼近 民進黨的部分的 國民黨 侯康佩的部分 能不能夠再往前挺一下 再用力一下 像剛剛吳俞生委員提到的 再把他最後撐上去 對 需要靠我們每一人每一票的努力 沒錯 連賴皮療都橫空出世 是 不是任何人喔 不是藍營發動的喔 不是侯康佩發動的喔 不是柯文哲發動的 就突然 老天爺把我們拉下了三趴呢 對 後面最後二十天 還有誰 還有什麼力量 再繼續幫我們撈 拉下民進黨更多趴一點 我們要一起配合這個大運大勢 一起努力 謝謝各位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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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